上海风控进入第四周 现在有民众吃了政府发放的叫花鸡和红烧狮子头拉肚子 刘先生后来在微信朋友圈发现 很多人吃的这两项产品都有类似问题 上网发现该批货的制造日期为去年8月 有效期限6个月 换言之今年2月就到期了 不止食品过期 还有社区人员把过多的物资擅自拿去贩售 民众用45块台币买了一箱 愿意为捡到便宜 结果打开一看菜都烂了 都已经变了 上海新增一万七千多例 并新增八人死亡 怨生四起 但上海官方表示 现行的三区封控仍将持续到疫情完全控制为止 TVB新闻 肖映强 陈向如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聚买